8月2日,秦时丽人明月新在上海举行了发布会 由底力热巴张彬彬李泰领衔主演 刚一开场,主创用5秒pose进行花式自我介绍 重现剧中个性鲜明的形象 现场,张彬彬一改往日文文尔雅的形象 则展示了她霸道亲情帝王君的一面 而我们的胖敌热巴高冷回头,气势十足 台下粉丝一片震惊脸 这还是我们的见过的可爱小吃货热巴吗 据悉,此前两人就曾在大热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丽桃花》 分别饰演小狐狸凤九与妖君黎静 遗憾未能开启感情细的篇章 这波在秦时丽人明月新中,不仅是情侣荡亮相 现场,迪丽热巴更是按捺不住那颗霸气反辽帝王的心 强吻张彬彬,看得是让人脸红心跳啊 作为一部古装武侠拳斗戏 其中,打戏自然是少不了的 但对于我们的迪丽热巴来说 更具有挑战的是内心戏 更加的需要细腻的感情去丰富它 内心戏应该就比武打戏要更难一点 因为武打戏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有些情绪 但是如果是他设一些江湖上的戏份的话 其实就是打戏戏戏目标就是要把这个人 就是要伤害到他这样 但是可能那戏份就是难或者什么比较难表演出来的 可能那些戏会更加的有点压力 明镜需要您的来自载条